他把漫画书当房契底压 棍儿哥看了眼乐给给的 哪来的憨批啊 这下玩笑开大了 棍儿哥被留下加班 在打开保险柜后 他收到两捆加班费 警方派来了谈判专家 男人说 你给我换一个 这什么档次扯呀脖子 你给我换一个 他把棍儿哥带到天台 连啥也不干就蹲着 狙击手只能瞄到人质 拿男人毫无办法 在等来谈判专家升哥后 男人终于开口了 他要跟升哥玩游戏 限时72个小时 见升哥没有立即答应 男人对着人质哭哧一枪 警方见状纷纷冲上来 男人掏出压力引爆器 只要一放手 警方的脚下就会发生爆炸 升哥见惯了大场面 他堵男人没有胆 让男人放手看看 在男人即将松手时 莫信 别放手 署长不敢冒险 不爆炸没他的事 爆炸他负不了责 在跟升哥争执时 男人拿开铁皮 从管道滑走了 当署长呼叫柴弹专家时 刚才被打死的柜哥 从旁边走了出来 柜哥没死 炸弹是假的 男人把警方当猴耍 升哥气得不行 他从业这么多年 都是他耍绑匪的 像今天的失误 还是第一次遇到 好在各个出口 都是封锁状态 男人应该出不去 升哥却不这样想 既然男人敢下毒 肯定想好了如何逃生 而事实也是如此 男人抢了飞虎队的衣服 从警方的眼皮子底下 溜出了这堵大楼 升哥立马追了上去 他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后 推测男人的逮捕方式 大概率会是打出租 升哥又抬队了 他提前当上司机 准备将男人送到最近的警局 升哥倒是不怕死 但男人放下车窗 将枪口对准了路人 虽然没有 但升哥的心理防线 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男人为了玩大点 这一次他闭上眼睛 将枪口对准大街 升哥不想让步 没想到三声过后 男人真的 幸好升哥早有准备 将车子停在了无人的路上 又是刚才没留后手 后果不堪设想 等升哥冷静下来后 男人已经下车消失了 升哥刚回警局没多久 又收到一个奇怪的快递 里面只装了一颗螺丝钉 警方设置重重关卡抓男人 男人突然换坐 女孩一转头 看到了喷子 眼神多了一丝恐慌 虽然警察就在前方 但他不敢声张 男人用墨镜换了一个耳机 用手捏着女孩的肩膀 威胁他靠近一点 等到警察走过来时 男人眼神淡定 警察没看出猫腻 让司机继续开车 男人把耳机还给了女孩 随后立马下车了 他就是警察要抓的劫匪 刚从财务公司逃出来 遇到警察查车 自然要小心点 但他没想到 女孩也跟了下来 不为别的 就为了把墨镜还给男人 警方这边焦头烂额 不知道男人耍什么花招 一般的劫匪 不是求财就是求生 但男人啥也不求 只让升哥陪他玩游戏 通关的第一个提示 则是一颗螺丝钉 升哥收到钉子后 独自来到财务公司 意外发现通风口处 少了一颗螺丝钉 他顺着管道爬上去 看到了无数的监视器 而下面不是财务公司 而是隔壁的运输公司 这里住着很多打手 升哥还没来得及反应 男人就按下遥控器 导致通风口爆炸 升哥立马跑路 男人故意恶作剧 给升哥打电话 铃声引来了打手 升哥逃过一劫 电话铃声又响了 男人提醒升哥 大楼有个紧急出口 还有三十秒就自动关闭 升哥立马跑下去 如果一通到门 就触发了暴力装置 升哥这才意识到 他又被男人耍了 在打手没追来前 门从外面打开了 趁对方没开窍之前 升哥给了他一拳 终于从楼里跑了出来 而男人的目的也即将达成 最近运输公司的光头老板 黑色黑抢了一款蓝宝石 放在公司派人看守 现在升哥闹了意外 他觉得不安全 立马让人送下楼准衣 男人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在路上放了钉子 让光头的车爆胎 导致他们晚一分钟到达 而他则利用这一分钟 背好了光头的同款车 就连头发都是一样的 等拿到箱子后便立马开车跑路 等后多时的升哥艳状也跟了上去 追到了就是人脏病祸 但他又失算了 男人只是利用他来替自己挡子弹 两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在躲过打手后 升哥又开始得意了 他现在手上有枪 逼着男人把车开到警局 结果男人不按厂理出牌 直接猛踩油门 把车撞向了围墙 升哥刚抱到箱子 人就晕了过去 而男人再一次提着箱子安全离开 不过他在现场 留下了一瓶小药丸 警察要追公交车上的通缉犯 女孩立马放下扶手 示意男人坐过去 接着靠在男人的肩上 假装是一对情侣 得知是司机闯红灯后 两人相视一笑 立马又分开了 上一次两人相遇 还是男人挟持女孩 让他应付警方的检查 这一次女孩很主动 明知男人是劫匪 还跟他去约会了 结果名字还没问到 男人突然剧烈咳嗽 水杯都被染了 男人匆匆离开 留下女孩愣在原地 男人得了癌症晚期 只剩最后一周了 但他还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替父亲报仇 联合警方将黑老大光头 亲手送去采缝纫机 他跟框头约好交易蓝宝石 在交易现场 警方安插了大量人手 男人跟生哥合作 让他出面去交易 生哥切了一口男人后 便提着箱子去交易了 光头看过蓝宝石后 让男人跟着去取钱 生哥等了半天 见男人迟迟没有回来 示意署长派人去看看 结果署长看不懂 让光头的人抢了先 在打手没回来之前 生哥硬着头皮交易 好在男人换回症状 提着一个背包过来了 男人说生哥被马仔骗了 他手上的蓝宝石才是真的 生哥假装鉴定 确认蓝宝石是假的后 跟男人抢起了背包 而此时 打手回来报告 说生哥的马仔带着钱跑了 光头意识到被骗后 立马抢过背包 光头砸碎了保龄球 结果里面还装着 财务公司失窃的钻石 警察纷纷出动 这下光头蒙了 他要抢的是蓝宝石 可不是这些碎石头 在将光头送进去之后 男人趁机跑了出来 生哥也跟了上来 他把男人送进警局 在握手时 还将男人靠了起来 看你这次还往哪跑 男人这次异常安静 在即将到达警局时 还喷了一口番茄汁 他掏出一个遥控器 事宜车上有炸弹 生哥被骗了很多次 他根本不相信 还亲手启动开关 时间进入了倒计时 生哥意识到不谬后 让后面的警察保持距离 男人说他时间不多了 唯一的愿望 就是不要死在局子里 看到男人有气无力的样子 生哥默默地走下车 结果倒计时停止了 根本没有发生爆炸 男人一脚油门 而这一切生哥早就料到 后来男人把蓝宝石 送给了公交车的女孩 生哥看到了 他没有选择上交 而是祝福女孩 找日跟那个人相见 他帮男人完成了遗愿 把遗憾留给了自己 千万不要空洞地活着 这世界从来不缺温暖